你要看穿了之后 那叫灭云 他障碍你 障碍你正苦 障碍你开悟 障碍你灭佛子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难道父母亲事都不要了吗 好像这一个人 冷场又违背了 是真的 如何能做到两全其美呢 这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呢 给主说 就是自信 自信的信得了 南无两个字是凡语 意思是皈依的意思 皈依命的意思 皈依是回头 意思依靠 我什么都放下了 我今天 我今天完全依靠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自信 无量光 无量寿 再跟你讲清楚呢 就是华言经常佛说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无量光 无量光 下面所说的 以弥陀一尘云海 六字鸿鸣之究竟果觉 作我众生之音信 所以这个法门叫果法了 它不是音法了 八万四千法门是修音正果 这个法门一开头就是果 它不是音法 下面讲讲 以果为音 因果同事 从果起修 既修既果 心作心事不可思议 是心作福 是心是福 这是说这个法门 给八万四千法门 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说出来了 这个法门你要是遇到谈话容易 许许多多 小诚 菩萨遇到了不相信 这叫男性之法 二臣菩萨不相信 我们这些凡夫相信 这奇怪呀 这说起来了 那我们比二臣菩萨高明多了 这什么缘故 善根福德不同 这一生当中遇到法门 能信能解 还真肯干 这不是这一生的事情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无量节来 你已经中了善根 你阿雷也有善根 你没有善根 你不可能遇到你会相信 如果善根福德因缘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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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得上这个条件 这一生决定往生 那还不够呢 不够就差一点 差一点有办法 你在这一生当中 如果真的相信 真能够理解 勇猛精进 把你不足的那个善根福德 补上 我们这一生能做得到啊 真想补的时候很快啊 如果懈怠懒散 那就没法子了 那你这一生没法子补足 怎么样呢 还得去搞六道轮回 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 再继续干 像这样的事情 过去生生世世 我们都不知道干了多少遍啊 这是事实啊 我们过去生中 无量解来 不知道干了多少遍啊 这一生又遇到了 那过去生中这些善根福德 有其先行 这次明白了 决定下定决心 我在这一生要成就 要下定这个决心 一切法从心向神 你真有这个决心 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 有这样的决心 那你一定要觉悟 你把这个事件事源要放下 你真正要明了 凡所有相 皆是续望 这一句话 真实的意思是什么 不要说是我们人间这一生 六道 设法界 都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都不值得放在心上 应当方向 毫无留恋 你的障碍就没有了 如果有一丝毫放不下 还有牵挂 这个在凡夫来讲 最重的 秦职 这是迷惑 这个东西能放下了 那其他的一句就容易了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一定要知道 那些东西叫 护害 秦职不是好事情 你要看穿了之后 那叫虐约 它障碍你 障碍你正苦 障碍你开悟 障碍你 念佛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难道父母亲是都不要了吗 好像这一日 冷场又违背了 是真的 如何能做到两全其美呢 你能把情缘 转变成法缘 把家亲眷属 转变成法律 同餐道友 同生 极乐国 那多好呢 在这一生当中 是再生的情缘 死了一盒分数 还能在一起吗 不能了 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真的 永远在一起了 无论你到哪一道去硬化 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他需要帮忙去 你就跟他一道去了 去当他的祖手 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 你看那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五人 那是过去世当中 同餐道友啊 那都来了 还有 在家的这些 过王大成 互发居士 全是过去的 发卷书啊 所以帮助众生 教化众生 才有那么样的顺利 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做一个转变 就成功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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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